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经常说 你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 我们就一句话 但其实他们要付出多少努力 那棒球 它就提供了另外一个途径 打棒球去北京学棒球 好不好 愿不愿意让他去 愿意 不通 如果你够出色的话 你跟着我们孙教练 孙教练就以前我们中国棒球队的队长 你有可能真的成为国家队的队员 那咱们这个现在才在上 能不能玩会儿球 还是说玩跑跑步 跑跑步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只要看一下他们的用途 你去拿那个雪糕桶去 去把雪糕桶拿出来 一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们这边了解到他们在北京有一个棒球基地 就接收一些相对特殊的儿童 比如孤儿啊 单亲家庭 或是儿女比较多 就是说没办法提供更好的教育 希望能够让更多孩子 能够在那里有更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我们叫熊大那个打杀 现在他很羞涩 他可能在学习一方面没有很出色 但如果他在那个环境下积极地参与到棒球的一个知识学习锻炼当中 我相信过更长的时间 他的一个思维能力肯定比这里原来读书很好的孩子要出色很多 几个孩子啊 五个孩子 五个 最大的多大了 大了 小孩 小孩 这就是打棒球 就这个样子 打棒球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训练场上训练 这个是我们18年去美国比赛 去北京 好吗 好吗 好 不议了你们就有可能获得这次机会 这个意思 好吧 好 好不好 好 那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比女性来说更加宝贵 好 上一批的孩子这边选了 刚才那个小女生又来 她眼泪汪汪 其实她还知道这个机会很难 她是那天出发那天在这里了 车子来了 她没有鞋子老师这边还有一些爱心物资 给她一些鞋子毛巾啊牙刷啊那些带子都装好了 然后她妈妈妈她特不去了把东西还给我 我真的想想受到父母一顿 当然这个就是内心当中就是说非常失落 这边的女性可以选择的空间会更小 我自己学生小学毕业17岁结婚18岁就当妈妈了 她还不清楚其实无论是在求学到以后的一个折偶 她有权利去争取更多的她的选择一个机会 一会儿去你们家看看她 她多了 多了这些孩子多了 真的很多人去 她多了 姐姐老师小心点啊 这样啊 就是到那里去学习 然后又要很长时间 然后过年回不回来都不知道 所以后来就担心 然后还学就舍不得担心这样了 然后还学就舍不得担心这样了 那去学习我们来选择的时候 都问一下就是全部都打开得很准是吗 对 对 好 每次睡觉的时候那上面都有头吵的学义 对 你怕不怕 不怕 不怕 因为今年就是也度适了一点 然后也找到一点了 虽然还是舍不得 但是未来她家里有够好的数据 就决定让她去来 那她跟她姐姐聊一会儿 她明天就去北极了 嗯 这个是不小心 十几颗多 嗯 哦 走 那个 那几颗不啊 十几颗好像是你不而已 ELL 因为那个他们家每天要去北极嘛 要就 呃 做 best 我就是现在应该就辜负他一路顺风吧 我今年人参加了但是没选到 去的话以后可能有好的将来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读书 但是我如果继续保持下这个成绩的话 那我也还好 但是如果以后我去玩了或者怎么的话 就没有什么好的将来了 爸爸妈妈吃饭了 四个了 妈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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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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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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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